自動螢幕截圖 對不對很方便 哈囉大家好 iOS 14 現在已經可以下載了 現在其實是開發者的試用版 我建議就是先不要下載 更尤其你的電話 如果是比較舊版的電話 我不太建議下載 它的問題還是蠻多的 這邊就大概來介紹一些 它發表會可能沒有講到的 還有一些整體桌面的概念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 這個iOS 14 加上一些隱藏的功能 然後可以介紹給大家 開始前記得按讚訂閱按下小鈴鐺 還有分享影片囉 OK 那我們首先就先來講你的桌面 當然就是除了這些小工具之外 App的資料庫部分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重點就是說 我們先講這個桌面的概念 其實在這個iOS 14 之前 你所下載的App 都會放在這個桌面上來 如果你要移除它的話 就有兩個方法 也就是完全的刪除它 第二個就是可以 offload你的App 基本上就是說 你還看得到那個圖示 可是它的資料其實是沒有存取在你的手機上 你要使用的時候再點那個圖示 它才會跟你說 OK 那現在再幫你下載這個App 這種方式其實不是很方便 所以如果你覺得桌面比較亂的時候 你要整理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麻煩 很多人就會製造很多小的Folder 這個時候又不好分類又不好找 OK 那其實現在的App 它整理方式就不太一樣 所以首先先了解這個資料庫 就是說你所有下載的App 都會在這邊 就算它沒有在桌面上 在這邊也會找得到 所以你在移除App的時候選擇就更多了 等一下這個檢號這邊就可以看到 加入資料庫或者是刪除它 刪除當然就是完全移除 加入資料庫的話就是 從主畫面移除 從桌面移除 然後把它放到剛剛給你看的資料庫部分 所以這個整體在你的App整理上的概念 就完全不太一樣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基本上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譬如說你這邊有很多頁面 可以那你點一下 這邊有一些頁面放一些你不太常用的App 把它放在後面 你可以直接移除它 直接在桌面上不要看到它 可是這個時候它不會移除App 它就是放到你的資料庫 當然可以再回來把它開啟 這種方式也是還不錯 就是有一些不常用的App 你又不希望它完全從桌面消失 可能說你使用固定的情況或機會會使用到它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這個整體桌面App整理的概念就不太一樣 有人可能會說這樣就比較接近Android 或是有使用過Android 其實是沒錯 就蠻接近那種方式的 再來我們就來講這個小工具列的部分 當然也有人會說這個很像Android 可是其實它這邊蘋果當然還是蘋果 它讓你使用的方式還是有一些強迫你 一定要照它的方式使用 這邊就來舉例一下 譬如說這個尺寸的小工具 佔的是八個App的一個圖示的尺寸 那這個佔的是四個 還有一個更大的佔的是16個 它概念不太一樣地方就是說 它這個App的圖示還是會向上吸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今天就算我把這個移到另外一個桌面 我沒有辦法就是說 比如說很重要用的四個App或八個App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你可能要放空啊 沒有辦法這樣做 基本上我唯一的方式就是放一個比較大的工具 然後把這個畫面塞滿 或是放兩個小工具 OK 那再來就是一個智慧堆疊的部分 這個發表會講的這個智慧堆疊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設定的部分 你可以編輯堆疊 你可以說它不要智慧 你可以自己強迫它 就是第一個顯示什麼 第二個顯示什麼 這樣你永遠可以記得它什麼時候第一個擺在上面 智慧型旋轉的方式基本上就是 依你使用的情況啊習慣每天不同的時間 它可能會排列出不一樣的給你看 另外一點就是說如果智慧堆疊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自己去建立 其實這個也是有辦法 比如說這個尺寸 你想要建立一個這個尺寸的智慧堆疊 然後你想要放一些自己喜歡用的App在裡面 就是尺寸要一樣的話就可以堆疊 可以說我要一樣的尺寸就把它放進去 你就完成一個自己的智慧堆疊 只要是一樣的尺寸 你都可以再自己放自己要的東西在裡面 好還有在你下載App的時候 那現在也有選擇就是說 你不要你的App顯示在桌面上 你不要一直創造出很多的App 就是很煩亂在桌面上面 那在這個時候你也可以到設定的部分 可以選擇就是說你新下載的App 你就可以放在資料庫裡面 然後不要加入組畫面 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App就會顯示在最近加入 不會再組畫面出來 除非你自己手動把它加進去 那整個概念就是 基本上就跟先前的iOS完全不一樣 這是一個全新的使用方式 好那再來我們就來講訊息的部分 它有講到就是說 在群體訊息的時候 你可以單獨回覆哪個訊息 可是其實在一對一的訊息 也是可以這樣做 你看這邊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單獨去回答這個訊息 那你要選擇的方式 你其實就是點著這個 單一的訊息按回覆 那這個就會跳到說這個訊息裡面 你就單獨去回覆這個訊息 這個功能當然就是說 在其他的訊息的軟體 我們都很常見啦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新的概念 再來另外就是在輸入Emoji的時候 基本上現在有更多方法去找點Emoji 你就可以用搜尋的方式去找 難過那你就有很多SAT的方式可以去找 這其實在Mac上面就有很多App可以這樣做 那現在終於在iOS上面也可以這樣做了 而且是官方內建 好那下一功能是我覺得蠻特別 我覺得基本上蠻多人會覺得蠻實用的 OK 輔助使用的部分 然後你到觸控的部分 看這邊有一個背面輕點的選項 那你可以選擇點兩下跳到什麼地方 譬如說你可以使用螢幕截圖 點三下回到主畫面 然後這邊就大概展示給你看 就點著後面螢幕 1 2 3 然後螢幕截圖我剛剛是設定再點兩下 你看 自動螢幕截圖 那其實它感測的方式就是用 裡面的一個感應器 可是我覺得它基本上還算蠻精準的 你看我如果是側面敲我比較不會 可是我發現就是說在上面敲的部分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 你可以使用看看 基本上我覺得使用下來 我覺得誤觸的機會不太高 不太會有太大的麻煩 OK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蠻神奇 而且應該蠻多人會有很實用的方式 可以來用這些 因為它選擇也蠻多了 好 下一個我們就來講語音背忘錄的部分 那像有加入一些功能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算蠻方便 好 這邊顯示就有一段我最近的錄音 我們就來看一下 OK 然後在編輯錄音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有一個智慧把你去除一些去照 降噪的一些功能 很多背景噪音就把它去除掉了 那這個當然多少會有一點點 聽起來不太真實啦 可是我覺得還是蠻實用 比如說你在課堂上啊 錄教授或是什麼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使用 好 那另外就是在編輯的部分 以前這樣是有點亂喔 那其實現在的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就有一個可以加檔案夾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用檔案夾去分類你的錄音 所以這樣在錄音來講 我覺得就比之前還要好分類了 好 再來另外就是在天氣APP 很可惜就是在台灣那部分 有地方還沒有看到 這邊加入這個空氣品質 那在有些城市啊 就如果在下雨的時候 它會讓你看到就是說 下雨的機率直接就會有個圖示出來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有一個蠻有趣的功能 就在這邊齁 這個就在控制中心 你可以自己再加入 找到控制中心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聲音辨識 這邊可以把它加入 那它使用方式基本上蠻有趣的 那這邊你就可以選擇 它可以辨識什麼聲音 那如果說有這種聲音出來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通知來提醒你說 附近可能也有什麼聲音 那這個準確度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還是有差 那畢竟它還是測試版 好 那下一個當然就是 睡眠偵測的部分啦 那其實它裡面有講到這個部分 在發表會 它比較就是專注於在蘋果手錶上面 可是其實在這邊你可以把它開啟 先到健康的部分去設定 OK 那這邊你到健康就可以到設定睡眠 可以開始使用 然後譬如說你要睡眠的時間 八個小時 起床鬧鐘啊這些都可以設定 下一步開啟睡眠模式 睡前放鬆 那這個就是先前有講到 開啟這個部分 它就是讓你慢慢慢慢準備去進入 你應該睡覺的一個狀態 那就先不要設定 那這樣基本上你再來就到這邊 直接開啟睡眠 譬如說你現在就要直接睡覺了 可能比你先前預定的早一點 就直接開啟 那就進入這個睡眠的狀態 好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講 Facetime的部分 這邊比較難顯示 可是就是基本上在Facetime裡面 他們會加入一個功能 它會修正你眼睛 看螢幕的方向 本來是在iOS13的Beta裡面 有找到有這樣的功能出來 可是在iOS13正式版一直沒有出來 那我大致講解一下 就是說你可能平常跟別人在聊天的時候 那你眼睛並不會去看鏡頭 因為你看的是別人在螢幕中的畫面 你看的是他的眼睛 那這樣看起來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會看起來 是沒有在看鏡頭的狀況下 現在這個功能就是說 它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就是知道你的眼睛在哪裡 當你的眼睛是看著螢幕的時候 它會自動調整成你的眼睛 看起來像是看著鏡頭 正式版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再做更深一點的測試給你看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講到翻譯的App 基本上就會直接存在於你的iPhone裡面 那它可以選擇不一樣的語言 就可以基本上就直接在iPhone上面進行翻譯 可以開啟on device mode 那這個部分它不是預設開啟 那你開啟的話 它就會下載你常用的語言 在你的手機上面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譬如說你翻譯的內容 可能會被人家看到 你的影視部分會被看到 這個部分就直接存在於你的電話上面 其實現在還是Beta的部分 那就是說這個翻譯的功能 它可以結合到Safari裡面 直接進行網頁翻譯啊 或是直接進行內容翻譯 那再來就會在更多的內容部分 這個翻譯的App 你裡面所儲存的資料 就可以在更多的App上面進行翻譯 今天基本上大致就是 測試一下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的心得 然後分享一些 發表會裡面沒有講到的一些隱藏功能 然後畢竟這還是開發者的Beta的第一個版本 我相信它還是會有很多更新 會有很多進步 然後很多調整 然後應該還有更多新的功能 會在iPhone 12出來的時候 可能鎖定在新的手機上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最後我還是講我不太建議 大家現在去下載這個版本 至少等到公開Public的Beta出來之後 真的有想使用的再試試看 除非你有第二支iPhone想要網上看的話 那我覺得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OK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